接下來這個議程 我想其實我應該不用做太多的介紹 講者是我們的MOSKEY 我想大家尤其是在台北的Python社群 應該還蠻多人認識MOSKEY MOSKEY大概是2009年開始接觸Python 目前是在Pinkoy工作 他也蠻活躍的參加很多Python社群的活動 除了說有contribute一些Python packages 像是mo.sql 大家比較熟知的 或climb,zipcode,tw等的話 他對於那個Python的教學也是非常有熱忱 在這個軟體駐造場也上過蠻多課 所以我想大部分人對他應該都還蠻了解 那今天MOSKEY要為我們介紹的是 GraphTools這個Python下面一個圖論函視庫 那我們就很簡單直接把時間交給MOSKEY 好,hi everyone I will continue my talk in Chinese but my slide is all in English so if you're interested in you can just read the slide 好,那我今天的講題是GraphTools 那GraphTools其實是一個還蠻有趣的一個套件 那主要就是說它是進行Network分析的 那它可以,而且除了進行Network分析之外 另外一個特色是它的效能非常的好 好,那這個是我給Python的講題喔 但我私底下把這個講題變成GraphTools in Practice 因為我今天主要就是整場talk主要會是說 我在study公司的資料產生的一些流程 跟一些,就是把公司的 Pers公司的資料的code簡化 然後變成今天的slide這樣子 所以算是GraphTools的實踐了 這樣 好,那剛剛有自我介紹過 但我還是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在Pinkley工作 那我有一些Python的package 像是mosequel mosequel是一個介於redsql跟ORM之間的一個sql builder 它可以讓你很方便的用sql 但同時又不用像ORM那麼複雜 這樣 那climmy是一個大家在寫這些小工具的時候很好用的一個工具 它可以直接把你的python function 轉換成comment line的program 還蠻好用的,我自己覺得 好,還有zip code台灣 那zip code台灣是把地址換成zip code的一個工具 那今天的lining talk也會講這個marjo 那我也是一些conference speaker 那我也有在教python 那最近剛好結束了一個sql的workshop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在我的 你可以從這個連結到我的個人頁 那我的個人頁有完整的slideshare 跟speakerdeck的資料 像sizen的教學,python的教學 一些有的mail的簡報 就是都在上面 好 那接下來是我今天會講的大綱 首先我會跟大家介紹基本 就是graph tool是什麼 然後怎麼建造一個graph 怎麼victualize一個graph victualize就是視覺化 就把它變成圖像這樣子 那分析這個圖 然後最後下一個結論 好 那首先 剛剛有大概講過啦 但graph tool就是一個 analyze graph的東西 啊廢話 對 好 那第二個重點是它非常的快 因為主要重點在於說 它是based on boost graph 那booster graph是C加加碼 所以它其實底層都是用native的速度在跑 那提供一個python的interface這樣子 那它在vitualization非常的厲害 大家可以看到旁邊這張圖 這麼複雜的圖 它也是畫得出來 所以可以讓你很有效的知道說 你的資料是長什麼樣子 那它也內建了很多graph相關的演算法 那這個好處就是 像我個人不是念數學出身的 那個數學不太好 就是只會寫程式 那這些演算法要自己做 其實有點曠日費時 你可能算是讀自己讀wiki 然後再打了一個印年 你可能可以寫出其中兩三個 但是你用了人家寫好了 感覺就是不一樣 就是很開心這樣子 好 好 那接著是要怎麼拿到安裝graph 那在debian跟ubuntu還蠻簡單的 你可以參考這個連結 就是加一個debian的sauce line 然後你就可以從appd.get去instagram tool 那因為它本身有點大 所以可能就下載要等一點時間 但它在mac上非常之難 對 super hot on mac 對 那因為在mac上有一些definity 比較難處理 就是package tool沒有這麼的好 那 所以你會碰到很多definity的問題 那大家可以參考就是download macs 那它裡面有一個教學 就是有個連結 那有個gist上面有列出它是我的definity 那你可以用homeview來安裝 然後再把graph tool的sauce code下載回來做compile 那這整個process大概會花你三到四個小時 好 我先跟大家說過了 就大家請花就是找有時間的時候再做 而且因為graph tool它本身是很大量使用metaprogramming 就是用西加template用的很重的一個東西 所以它在編音的時候會非常的消耗你的CPU 所以也記得準備好你的電力 好 那我警告過了 好 接著是create graph 好 那在我們開始建造一個graph之前 就有些事情想先跟大家說 首先是定義你的問題 就其實大家常常在我覺得啦 就玩資料的時候 你可能會漫無目的地去找很多資料下來 然後覺得好像很多資料就很厲害 然後就開始用一些lib來做分析 但你到頭來會發現說 欸我到底要幹嘛 就是你有這些資料 但你不知道你要幹嘛 所以我覺得玩資料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定義好你的問題 就你今天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可能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解決 這樣 那因為我們今天講的是graph tool 那你要把你的問題 變成一個graphic的form 就你要把它變成圖的問題 而不是一大堆數學公式 那你要把它變成用graph來解 那你也要把它變成一個graph的form 這樣子 那接著 接著就是拿資料 接著才是拿資料 那拿資料也是需要一點技巧 就是 其實真的就是玩data 不是說 知道一些演算法就可以了 你還要知道一些很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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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像我PaaS公司的LOG 其實就用到非常多有的沒有的技巧 但是我本來今天也想分享啦 但最後發現簡報太長會沒有時間 所以就沒辦法放進來 但有機會的話可以私底下跟我討論 好 那因為今天是in practice 所以我就把我的問題在這邊寫給大家 好 那我在pinkhole工作嘛 那pinkhole其實是一個很標準的EC啦 就是我們是電子商城 那有很多的商品 所以我想要改善就是 User在我們網站上瀏覽的時間 因為他在網站上瀏覽越久 他購買的機率就越高嘛 那 就像 就是讓網站可以更變 跟Facebook之類的一樣 黏著性增加 這樣的感覺 那 所以 我想要解決 就是說 我要怎麼 我想要知道說 一個最好的 browsing flow是什麼 就是user會怎樣偏好在我們網站上瀏覽這些商品 這個flow是什麼 我想要找出來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問題就要把它轉換成graphic的form 那graphic的form graph有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一個是vertes 就是邊 一個是edge 就是邊 你也可以說是node跟line node跟line可能比較好理解 那 你首先最基本要想說 你的節點是什麼 你的邊是什麼 那 我這邊的定義就是說 我的點 就是每個product 就是網站上每個商品 edge就是 有項的browsing 它從商品A跳到商品B 就是一個edge 就是一個edge 那 通常graph的問題裡面還會包含位 位就是權重 就是說你這個vertes佔的權重有多大 你這個edge佔的權重有多大 那我這邊的外局就是說 當這個商品被瀏覽一次 那就是-1 那這個edge被走過一次 從A到B 走過一次就是算一次 再走一次就是兩次 這樣子 好 那 parsing的部分 沒辦法把所有細節都跟大家說 但是還是有一些principle 是你可以注意的 那首先是正規式 正規式還蠻重要 就是如果你的資料來源是log 像我這次的資料來源就是log 那其實你會需要還蠻 你會需要一定程度的正規式的能力 那其實大家都會說少會寫正規式 但其實正規式你寫的好 其實performance會好很多 對 所以正規式蠻重要 然後你在用正規式的時候 第一步就是要filter掉所有的garbage 那因為你的資料來源可能是亂七八糟 裡面可能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 那因為其實大部分的data運算都是很花時間的 那你這些garbage你都讀進來了 那其實在最後的分析會花更多的時間 所以你要在第一步就把你不要的資料給濾掉 這樣會對接下來的運算會比較好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剛剛要定義問題 然後這樣我們才知道我們到底要拿些什麼 才能增加我們運算的效率 那接著是sorting 就是建議大家一定要sort你的資料 就是buy你有興趣的key 像我這邊就是buy那個time stamp 那你有sort過之後 在接下來的處理都會比較方便 因為可能你可以說 我就是想看某個區間的資料 那我就可以選某個區間的資料出來分析 或是某個user的資料 某個商品的資料出來分析 所以你一定要用某個你會常用到的順序來做sort 那最後就是這些資料分析完之後 它一定是需要被儲存的嘛 你才不用每次都分析一次 那python有個叫picle的東西 可以幫你把python的object dump成fire 讓一下子可以load回來 那它有幾個東西可能是要注意的 就是可能要記得用heisterprotocol 那因為它在dump的時候有很多種protocol 那預設是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backflow 那後來有出比較好的改良的版本 那我建議大家就是用heisterprotocol 那我印象中啦 它是用binary的format在存的 那速度上會比較快 那接著是大家可能很直覺 你會想用dictionary來存東西 但我自己測試的結果是 發現dictionary在picle跟low的時候非常的慢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用tupor來試試看 可能效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空間也會比較深 還有就像我們剛剛有說有sorting嘛 所以你也可以在picle的時候 把你的資料分成幾個區間來儲存 像你在之後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的問題真的是 data真的很多 你一次不可能分析所有的資料 你一定要先驗證好你的演算法 或是你的想法是不是對的 所以要把它分成幾個檔案 那最好是有順序的 比方說今天就是一個 明天就是一個 後天就是一個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都 金刀code的部分 因為這個算是就是 讓大家了解怎麼用 好 那我們最基本我們會用 from graph tool.or import gt sgt 不好意思是s 答錯了 是import graph tool at sgt 答錯了 對 好 然後你可以用gt下面的graph的class 建造一個graph的instance 那接著就很簡單 就是你要一個vertes 就是g.addvertes 然後你要一個edge 就是把兩個vertes放進來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edge 其實還蠻簡單的 最基本的部分還蠻簡單的 那接著是property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一個graph上會有位嘛 最基本就是位 那你可能還會有很多不同種類的位 可能就是不同dimension的一個概念 那 在graph tool裡面 因為它的里程是boost 所以它有用比較好的資料結構在存這個東西 optimize過的資料結構在存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在python 它是提供一個叫property 的interface 讓你存資料進這個graph裡 所以像我這邊最基本就是vertes the count the property 我編書名字都這樣子取啦 就是比較短比較方便放簡報 也比較好理解 那我這邊就是加一個count the property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 property在建完之後 它是沒有initual 就是 就是如果跟比較長寫底層的語言的話 就會知道說你在olocanmemory之後 它裡面的memory 雖然已經給你了 但裡面會有就是之前的資料 舊的資料 可能會亂七八糟 那你可能要處理或什麼的 好 那 你也可以把它選擇性的存到這個graph裡面 因為大家看上面這個code 它其實並沒有把這個property 存回g裡面 它就是把這個東西建出來而已 就是你沒辦法從g去assess它 但是如果你的graph 是需要跨function存取的 你可能沒有用cols 你可能用function 那你從functionA建好graph 你要在functionB 用這個property的時候 那你就會沒有那個reference 每次要存一大堆reference也是很累 所以它有提供一個叫做vp 它其實它是可以有打全名啦 全名叫vertexproperties 然後它有個縮寫叫vp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 把你覺得跟它有關係的資料存進去 這樣 好 那 這個也打錯了 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對的 這個對的 剛剛我們有一個importgraphtool.o 嘛 那因為它預設會把所有的module 揉進來 所以其實會花大概 在我電腦上 大概0.7秒左右 那其實是有一點慢 就是覺得每次都要揉那麼多東西 有點慢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快一點 你可以直接fromgraphtool input the graph 或是任何你想要的東西 這樣啟動速度會稍微快一點 好 那 其實是一個snip 就是 我的資料的來源就是一大堆的user的ID 跟產品的ID嘛 那 相信大家大多數會碰到的狀況也是類似這樣子 那 嗯 這個東西就是 你要直接做的話 不是非常好做 就我在寫的時候 有想到一個標準的pattern 就是 現在slide的這份的snip 那你可以先用一個name2v的map 來儲存 你的 你自己的名字 對應到vertis的instance 這樣 如果有建造過 它會在這個map裡 你就知道說 欸有建造過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建造它 那接著 不好意思 那 那 接著 你可以重唸 一個一個去疊代你商品的名字 那 就先檢查有沒有 我可不可以get到 如果不能get到 就會是num 那如果是num的話 我就開始做initual的動作 那因為每個vertis 嗯 最基本就是你要把它加進graph裡 然後 你要把property initual 然後 再把它放到我們自己的reference裡 那這邊看起來還好 但如果你的property 不止一個的時候 這個pattern就會變得蠻重的 就是 會蠻需要這樣的寫法 那我這邊count的是說 當沒有的時候就是0嘛 那每次每找到一次就-1 這樣 所以這個pattern可能是 還蠻蠻常會需要用到 好 好 那接著 大家把graph建起來之後 我們到上面就已經完成graph的建立了嘛 剛剛我們 剛剛我們有一個esample code是forvertis的 但是edge其實也是類似的概念 就可以用同樣的pattern來寫 那接著就是把它視覺化 那 在視覺化 為什麼我們那麼早就要開始視覺化 第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可以先透過視覺化來瞭解 我們data實際上長得像什麼樣子 這樣我們進一步再選擇 我們要怎麼分析的時候 會比較知道說我們該怎麼分析 好 那其實graph2我真的說簡單很簡單 你可以用很基本的方式就把 就把圖畫出來 那像第一個是你可以把它扔成pdf 那扔成pdf也是一個比較建議的做法 就速度相對快 你也可以縮放 那可是如果你是要放 比方說你現在我 像我要放簡報的話 那你可能會想要扔成png 那也是可以的 那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extension改掉 從pdf變成png 所以其實是蠻簡單的 好 那扔出來會長這樣 就是點跟線 這是它預設的樣子 好 那這可能還ok啦 如果你的資料很簡單的話 那如果你的資料複雜一點 你可能會想要對它做更多的處理 那我會建議大家用一些constants 就是用一些常數來定義就是說 你的這個graph會長什麼樣子 比方說我先定義我的graph的size 就是400 那400它會依format而定 那如果它是png的話 那也就是pso 這樣子 那我定義說我vertex的size 是整張圖的二十分之一 所以那個點就會占圖的二十分之一 那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會比較好組織你的圖片 那p width是pain width 就是畫那個edge的筆的size 那我這邊是說它是vsize的四分之一 對 好 那下面就是你在把 喔 每次都不小心點到 接下來就是把這些參數放進去 那點點點的部分就是我們之前有提過的 那size size 它是一個 它是2-2 pro 那內容就是 一個是x 一個是y 它可以畫長方形 對 那我喜歡都是用正方形這樣子 然後把vertex size跟hpn width放進去 那就可以畫出 感覺比較好一點的圖 對 好 好 好 我可能要講快一點喔 剩 沒有多久 好 好 那接著 Graph 2 還提供了一個很好用的函數 叫做property to size 那property to size 是可以幫你normalize你的資料 那 像這邊的話 像我們的資料可能會有一個最小值 方說count 發現每個商品最小就是100 最大就是1000 那它可以讓size 在這個大小之間做變化 那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畫出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圖 那可以畫成像這樣子 就是像我們剛剛 我們的edge跟vertex都有count 都有weight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子去決定它的weight 對 就可以畫出 更容易理解的圖 像這個很明顯就是 左邊 最左邊那個是最 count的最大的 的一個node 好 那接著你還可以幫它上色 那上色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size 的property 那上完色就會長這樣 就會更好理解 你就一眼就知道說 哪些node是重要 哪些node是不重要 那它預設有預設上色的方式 你也可以修改它啦 不過我覺得暗預設就還蠻不錯的 就是最紅的那個 就是最重的那個節點 好 那接著是分析graph的部分 那分析graph的話 你可能要先想辦法 從graph tool 挑選符合你問題的演算法 或者是你可能要自己發明一個 對 那最基本的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search的accursum 像是bfssearch 那它有內建 或者是你可能想要很基本的saltest test 它也有內建 那這個就 可能大家比較沒有聽過的是 centility 就是 測量 這個graph的集中性 那它有很多不同的 測量方法 其中一種大家都 應該都很熟悉的 叫page rank 就google的page rank 它還是有內建的 就你可以用graph tool來算 page rank是多少 那還有betweenness 跟closedness 這樣子 還有很多很多別的啦 好 那還有一些別的 比方說像是 如果你的應用是比較特別的 那你可能會需要算 最大流量 那它也有提供最大流量的演算法 那還有community structure community structure是說 我們一個圖 那可能某些群集有特別的關係 它可以自動幫你算出來 或是casting 就是分類 把這個graph切成好幾個部分 做分類 這樣 好 那我這邊的選擇是 用closedness來進行分析 那 因為closedness 代表的是 就是說 哪一個node最容易去 assess到其他的node 好 那我這邊會做一些解釋 因為我覺得centility 是還蠻好入門的一個 分析的方法 那 有分幾種啦 最基本的第一個 是degreecentility 好 那degree就是說 一個node in跟out 就是往外指 是一個out 往內指 是一個in 的集中度 所以它就是說 這個node 跟它周圍的node 有多長做接觸 那它暗示的意味就是說 當你把這個node 從這個graph移出 它立即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因為它就是 它那個就是說 這個node 跟別人之間的連結 跟旁邊一層的連結 那我們剛剛說的closeness 就是 一個node 對所有其他node的 最短距離的加總 就是看說這個node 跟其他的node 它有多容易到其他的node 那 因為像我剛剛的問題 我是想要增加 user在網站上的時間 所以我知道說 這個product很容易 讓user去其他的product 那我就知道說 這個product是可以讓 user留在網站上的一個product 對 那它一直的意味就是說 當我要從這個node 散布到訊息 到其他的node的時候 的成本是多少 對 比方說一個closeness 比較大的一個node 那就代表說 它很容易把訊息 散布到其他的node 那一個比較偏僻的node 它相對來說 就比較不容易把訊息 散布到其他的node 那還有butriness butriness也是蠻有趣的 一個測量方法 那它計算的是說 all pair的shorties path 會經過某個node多少次 所以就是說 這個node會在多少次 當作是橋樑的一個概念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你是一個台北的話 那可能最長的 可能就是符合橋之類的 這些橋的概念 那它主要是說 如果我想要控制這個 graph的資訊的交流 我應該要拿掉哪個node 或增加哪邊增加一個node 這樣子 好 那最後是EganValue的測量方法 那它主要測量的指標是說 這個node有多影響別的node 那Google的patch rank 就是其中一種變形 就是EganCentity的一個變形 對 是蠻有趣的 好 那我們要怎麼計算一個closeness呢 就相對來說比較麻煩一點 那因為預設closeness是把位當作是 你要怎麼走過去 你走過去的距離是多少 那因為我在我這邊 我的位是count 那count的越多 事實上代表它越容易走過去 所以我要把它進行一個倒轉的動作 就是count的越高 它事實上是越容易走過去的 所以我在這邊是 我先建了另外一個新的edge property 然後我去計算說 它裡面最大的值是多少 它剪掉最小的值 那這邊比較有趣的是 它有一個點A 那點A它也是一個showcard 那它的意思是說 它可以用numppy的方式來assess這個property 所以像我後面這個計算 就是numppy的計算 所以它是一個array的計算 就是一個array-另外一個array的計算 所以它就可以幫我算出 像我剛剛說的就是count的越多 剪完之後它會變成最低的 那count的少 剪完之後它會變最多的 這樣 好 那接著我就是計算cosnes cosnes就是你把graph丟進去 然後把你的weight丟進去 它就可以幫你算出cosnes是多少 那它的return value 會是一個property 對 好 那這邊有時候你會碰到一些狀況是說 因為有些node 它是沒有辦法assess到別的node 就是可能你的node 可以連到它 但它連不出去 如果你是一個有像圖的話 它連不出去 那它的值會是n-a-n 那 就n-a-number 那在後續的處理會發生一些問題 那n-pah有提供一個很好用的方式 叫n-a-to-number 它可以幫你把這些n-a轉換成0 那接下來就比較方便處理 這樣子的property 好 那我剛剛有提過嘛 我們可以用property-to-size 來捐出 來捐出一個normalize過的size 那我這邊也是一樣 我可以用cosnes來當作它size的基準 所以我就重新產生一個based on size based oncosnes的size 然後再重新畫出我的圖 那這是重新畫出來過的 那其實好像長得跟之前的好像蠻像的 那如果你實際去看的話 就會發現它其實你count的出來的值 雖然跟cosnes的值有正相關 但不盡然相同 這蠻有趣的 好 那接著graph2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on-the-fly filtering 它可以立即的filter一個graph 那因為它這個filter它只是加上一個mask上去而已 所以它其實幾乎沒有什麼太重的操作 但這個對於圖的分析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一個圖可能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你有興趣的地方可能是 只有當它count大於多少的時候 你才對它有興趣 所以這在於減少你的計算量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feature 那做法跟剛剛很像 就是我新建一個vertes 那我去計算說 我這個例子是計算大於平均 我只看大於平均的東西 就少於平均我就不理它了 這樣 好 那接著這個function是setVertesField 就是在graph上射這個field進去 你就把這個property射進去 那filter就射好了 那如果你要onset的話 就是用non 射non進去就會onset 那畫出來就會像這樣 就是不重要的節點被拿掉了 這樣 好 那你也可以從 嗯 裡面找出topn 那有一個function是 argumentSearch 那你可以用它來找topn的東西 好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先稍微快一點 好 那我們剛剛有提過 就是我們可以做field之外 其實它畫出來的layout也是可以改變的 就graph呈現的layout也是可以改變的 上次它有預設一些 像sfdp 它可以自動幫你算說這些node應該在哪裡 根據某些規則應該在哪裡 那主要這些layout都是用到就是lead的概念 就是說這個node對其他node有推力跟有吸力 讓它們聚在一起變成比較方便看的圖 那主要就是它算完之後你再把它丟給 用pos這個參數丟進去 那node就會在它算過的位置 那這是一個例子 那這可能不太明顯喔 因為我給的產數其實不算太多 那進一步你可以把你的way也一起給進去 就是edge的way跟vertes的way 那你就會發現跟剛剛有差別囉 就是count比較大的東西會集中在一起 就比較方便你去看這些圖 那剛剛那個是只有vertes的 這個是有vertes跟edge的 長得比較不一樣 那事實上它官方給的圖會長這樣子啦 就是讓資料量更大的時候 你可以更容易看出它的特性是長什麼樣子 但我自己的經驗是在實際的資料裡 其實都還是很難看得出來 它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那像剛剛那個方法有支援就是edgeway跟vertesway 那這邊像這個它就只有支援edgeway而已 那畫出來長這樣 就是一個是有加一個是沒有加 這是沒有加位 這是有加位 然後這是官方的圖 好 那我個人覺得比較有趣的是這個 AI layout 但它一樣只支援edgeway而已 那畫出來會 這是沒有加位的 這是有加位的 然後 主要是說它在大資料說 資料比較大的時候 它的拒絕的效果比較明顯 比較看得出來是在做什麼 這樣 好 好 那很快的下個concussion 那主要就是 要記得把你的問題用graphic的form做定義 那接著要pass your red data 而且要小心 因為你的data可能會咬你一口 因為上次大家有注意到 那個中間是什麼 中間是none 就是因為沒有處理好 所以我把none也一起放進去了 於是就有一個很厲害的none 叫none 它的con很多 好 就是最中間那個點 對 好 那 首先你可以先用virtualization的方式去瞭解你的graph 是長什麼樣子 那 接著選擇一個合適的accursum去算你的資料 那 接下來 filter你的data 就是 找出你真正有興趣的地方 那最後就是 當你要提出報告的時候 你可以再virtualize一次 去說服你的老闆或同事 這樣子 好 那最後再來提供一下我的聯絡方式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 好 那 最後是這個 是我自己 就是公司的資料study出來的結果 它長這樣 就是用ARF畫出來了 大家可以發現 就有些集中的狀況就很明顯 我們就知道說 這些product 彼此之間的closeness 是很接近的 好 那demo又直接demo了 我滿想實際跑一下screw給大家看 然後宣傳一下 就是 CostCup 2014 在今年的7月19號到20號也在這裡 如果大家 對開放原生蠻有興趣的話 可以Google一下CostCup 好 前方後面有些我的link 好 那大概就這樣 OK 那大家有沒有問題 好 請教一下 這個工具的底層 是不是跑graphibus 這個套件 因為看起來那個圖 不是 對 GraphTuber它畫圖的底層 有用很多種 它支援很多種 Graphics是一種 但它自己是用carrier畫的 就像剛剛那些 它是用carrier畫的 它是用carrier在額外做的一個 graph的visualization的lib 就不是 對 但可以用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再開放一個好不好 還有沒有人想 等便 就想問一下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在做那個 Network Analysis的時候 你說這邊是商品的一個連結圖嗎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想說 有哪些商品可能會在hub的那個中間 或者哪些商品會 形成一個cluster 然後怎麼去做一個推薦的一個實力這樣子 你是說做Castering 就是我剛剛看到就是最後那個 你放了那張Network圖 然後有些商品它是聚在一起的 然後有些的好像是 就是比如說紅色那個點 它是比較大的 那是這樣子的一個商品 它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因為這個圖是我剛剛才跑出來 所以我還沒有仔細看資料 我跑完資料我們可以再討論看看 對 好 好 那我們非常謝謝Sam Mosky 那因為他有留聯絡方式嘛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私底下聯絡他 那一樣我們就是主辦 然後一樣準備一個小小的經驗品 那我們就謝謝Mosk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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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